放论坛,就是上个礼拜的东西 上个礼拜大概就有十段影片 所以如果你假设比较跟不上的同学 或者是你的可能有些理解 现场没法一下马上吸收的话 回去还是要花时间 这个花的时间可能每个人资质不一样 如果你觉得自己好像越是比较跟不上的话 可能要花更多时间 当然不可能说永远都学不会 当然我听到的大部分就是说 你一次经不会,那听第二遍第三遍 看每个人资质不一样 不过每一次的感觉应该也都不太一样吧 因为你慢慢懂了一点,懂了一点 因为它其实很多很多的环节 那你就是要把每个环节都搞懂 因为这种东西其实没办法说 你好像就是懂一半的 或者是懂,哪怕你是等九成都不行 因为它只要有一成 一个小小地方不会的话 你也是做不出来啦 OK,所以这其实是蛮困难的点 但有那么困难嘛 其实慢慢的,你会慢慢累积,累积久的时候 它有固定的一个逻辑 你就要把那个逻辑找到之后 其实慢慢你也可以很快可以把一件事情 快速的处理完毕 上个礼拜的话,重点就是逻辑啦 逻辑这部分其实说真的 任何工作上一定会有逻辑判断 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 true的时候做什么,force做什么 当然也有可能不是true跟force 两种,是跟不是 可能还有什么呢 中间还有其他的多重 所以当然逻辑里面我们可以 用插入函数if里面还可以再插入一幅 它总共有七成 七个一幅,七个操状 不过我建议是如果太复杂的东西 还是用VBA完成 我觉得会比较OK一点 第一个VBA它可以逐行逐行写 它可以写很多行,慢慢写没关系 但是如果你写成公式的话 只能写一行,你不能分两行 OK,就是比较麻烦的地方 而且错的话,你即便出错了 你可能要找非常麻烦 但VBA的话好处你可以拆开来 慢慢写没关系 OK,所以差异点大概就在这里 所以理论上 简单的事情还可以用公式来完成 但是如果太复杂的事情 还是建议你干脆用VBA来写 这个也是无法避免的 OK,这个也是一个趋势 因为现在资料只会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多 而不会说慢慢越来越少 不可能 我现在最头痛的事情就是资料量 现在的资料量产生的速度太快了 可能现在的一天产生的资料量 可能是以前几千年产生的资料量 可能还没那么多 为什么?因为现在太多的装置都可以产生资料 现在物联网 现在还有IoT 现在还加一个AIoT OK,所有东西它会自己产生 但是以后的AI的话 是不是自己可以思考 自己还可以帮你判断 所以现在的逻辑判断以后可以交给AI 它自动帮你判断 不过前提还是层次写出来 还是人去把AI的逻辑给先设计出来 让它自己去慢慢具备有判断能力 OK 所以后面的话 当然VBA我有讲到 然后再来写成什么多重的 OK 如果是公式就是if 如果是VBA就是第一个if 第二个是Lif 最后的话else OK 其他大概我们要做多重的格式 格式部分我举ABCD四种 字的颜色更改 有没有 Fone Color 然后底色是Intel Color 后面颜色的话就RGB 有没有 还记得吧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设定颜色部分 记得RGB这个函数 其他还有如何清除格式 每一种字的颜色跟底色 还有框线 还有要不要粗底字的话 它的清除的方法不一样 所以你可能要特别的小心 然后这相关资料云端上也有 所以细节可能就是再自己看一下 要不的话就是把影片稍微看一下 OK 所以其实如果你真的想要学会 这样第一个回去真的要花留一点时间 不管怎么样 你就是再把它看过一遍 如果不熟的部分你就把它再记一下 回去的话都把你不熟的 你会的就跳过了 我建议 OK 因为你会的话你也不用浪费时间了 最重要是找出你不会的地方 然后另外的话一定还要实做 回去的话多多练习 这样的话才有办法慢慢慢慢 越来越熟悉 其他还有什么框线怎么样加上去 那其实以后如果说你在这个Excel里面要画框线 假如说是经常比如报表要列印之前 每次都要画一样的框线 那建议你干脆把VBA写出来好了 那其实在VBA里面要写画框线最重要是要了点Range物件 Range的话哪一个左上角到哪一个右下角的范围给他 然后点Bolders Bolders就是框线点Color等于RGB什么颜色 红色的话就是255 点0点0就好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红色的框线给画出来 那顶多是我们有绘色双线 双线就是多学一个叫什么Bolders LiveLive的Style线条的样式 有没有 然后按F1 然后里面有一个XL Double 你可以找得到 其实细节上也大概都有 所以其他的部分的话 我大概有N规 那最后的话有讲了一个开放资料里面的一个补充 那其实开放资料如果你将来不知道练习什么 你很简单嘛 你就在这边打个开放资料 其实网路上太多资料可以练习的 为什么因为现在真的政府开放资料的量其实蛮大的 那网址很好记啦 就是data.gov.tw 所以如果你自己打的话 你可以打一个data.gov government 其实如果你不要点tw的话 会连到哪里 美国的开放资料 如果是.tw的话 那就台湾的 所以如果你要连到美国 美国的开放资料 它要按照各种类别 各州的哪些资料 这边其实都有 你也可以搜寻一下 看你是要找哪方面的开放资料 那它目前的话有22万 22万多种的开放资料 所以你也可以这边找22万 22万算下来的话 如果以台湾来看 台湾有多少呢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它是data.gov.tw有没有 后面看你要哪个国家 甚至你也可以找别的国家的开放资料 那你可以看到大概这么多种 总total你可以全部资料 那你可以找到什么 找到其中总共有47000多种了 里面有47000多种的开放资料 其中的话当然各个中央机关 地方机关各个县市都有 然后还有各个类别 比如说公共资讯 然后什么生活安全品质 甚至还有投资理财 比如说你想要抓股市资料 这其实上面都有 甚至还有什么等等交通的 那我上礼拜是举了一个例子 是找台北市的 所以我们把它回到外面好了 这开放资料 有没有台北市 有台北市 那台北市里面呢 如果我想知道台北市哪一区的切断案件最多 或者哪一条路上的切断案件最多 那我怎么知道 我用猜的吗 我觉得好像万华区那边感觉乱乱的 是不是那边切断案件最多吗 但是那对不对 不知道 我猜的 那当然没有答案 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 因为它已经开放资料给你了 所以台北市的应该是什么 警察局 他把104年到109年的切断案件 所以这边你可以搜寻 比如说我想知道 那个切断好了 这边的话 你就打一个什么 打一个切断 OK 那你会发现 切断案件这边就有了 这么多 住宅在这里 自行车 汽车 抢夺 强盗 机车 那如果你想知道 台北市的治安好不好 其实这边就都有了 OK 比如说像住宅好了 比如这个住宅 住宅你把它点下去 这边有下载 你可以把它点下去 它就让你下载了 那个资料部分的话 上个里面好像跟各位提到 里面的话 假如说我用逻辑判断 比如说这边把它打开 它是一个CSV档 那CSV档直接可以用Excel来开 开起来就长这样子 我把A到E栏把它点两下 让它栏宽自动调整一下 那当然我想要知道哪一区 可是问题 这里面没有区 所以我可以在这边按右键插入一个栏 这一栏叫区 因为如果以后你要统计或者做什么报表 首先你要知道 你如果没有这一栏的话 你是无法做出你要的统计资料的 OK 怎么办 所以第一步要把区变出来 第二个的话就是哪一条路上 哪一条路 OK 不过路其实还有别的名称 还有叫街 有没有 所以我干脆叫路街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应该市民大道 所以还有道 我叫路街道 OK 反正就是说我要两个栏位 那问题来了 我要怎么样把这两个栏位的资料取过来 OK 当然第一个 区的话比较简单 因为区刚好在第四个字 有没有 文就第四个 三区 要取三个字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比较简单是 你可以用 之前教过用mid就可以 其实这个部分比较简单 mid 然后这个是他的地址 然后第几个第四个字 我要取三个字 按确定 所以你会按mid一下 点两下 OK了 所以如果你要统计区 就有了 但是比较难的地方在哪里 难的地方在这里 这个的话 有没有 要取这个 叫什么 万宁街 对不对 那当然你要在p3 你要怎么取出来 不是叫你点两下 然后ctrl c 然后这边再ctrl v 然后下一个你要点两下 然后中下东路 然后ctrl c c ctrl v 那你这样的话永远做不完 可是问题 如果我要像刚刚一样 可以用mid的话 可是问题来了 start number是不是第四个字 第几个字 现在这边好像是第六七八九 第十个字 取三个字 所以这边如果今天把它改成十的话 可以万宁街过来是没错 但问题是下一个不一定是十 不一定是三个字 所以这就是比较麻烦的地方 那我要怎么样刚刚好 可以取什么了 取到他要的这个万宁街 这几个字 放到这里来 而且不是用土把链钢 不是说叫你用那个 就是说呢 用点两下 然后自己把它复制贴过来 而是 第一个 你会不会用最基本的 用esail里面的公式 就是说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是知道这个讯息 什么讯息 这个讯息 第四个字 所以其实你可以再配合一个函数 前面有用过嘛 fine函数 fine什么呢 如果像这个是找理 对不对 下一个的话呢 这有理 像这个就没有理 就有区 那下一个的话呢 有没有 下一个也是理 那下一个的话呢 这个就不是理 这是什么 这是零嘛 有没有 那只要找 如果有零 就找零 如果有理 就找理 如果有区 就找区 所以它有个顺序的 有没有 然后找到那个位置之后 怎么样 把它加一不就好了 加一就是下一个字 有没有 然后取几个字呢 当然一定不是只有三个字 像中校中路是四个字 那字数怎么取 那我们可以怎么 也许可以找什么 找路 或者街 或者道 反正找到那个字之后的话呢 然后呢 再减掉前面这个零的这个字 那刚好就是它总共的字数了 那这个当然也可以这样做 只是说 哇 这个逻辑非常的复杂 OK 有兴趣的东西可以试试看 我上次有讲到 其实如果要做的话 可不可以 可以 比如说如果我今天用函数 怎么做 OK 那如果我用VBA 怎么做 OK 那待会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部分 所以请各位 也许先试着下载 下载应该会吧 我刚刚下载的位置是在这个 就是Google 输入什么 开放资料 那我刚刚有介绍了 政府机关的 那主要我抓资料是从台北市政府 因为我想知道台北市政府的这个住宅窃盗案件 然后你点进来之后的话 没有 你就搜寻 搜寻两个叫窃盗 它就会跳出住宅窃盗了 那你就点开来之后 上面一个下载 你就把它点下载 它就帮你下载下来 然后下载的话呢 就会在这边 你就把它打开 打开的话呢 我刚刚先插入两栏 因为我想要统计这两个资料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